那其實怎樣可以令到它感覺上是比較 modern 一點呢? 很多人問夏天如果太熱,不可以穿很多層次,怎麼辦呢? 那我也不會強行穿很多層次的,因為我本身都很怕熱的 所以,通常我會保持它的時間,不是很熱的時候 可能只是二十幾三十度的時候,我都會穿一些外套的,當然薄的外套 不是穿一些很厚的,我會選擇穿什麼呢?我現在告訴你吧 我很喜歡穿 Kimono Kimono 是什麼呢? 其實是日本的和服,和服有分幾種 我們一般平時看到在街上穿的,就是屬於一些工作服的和服類別 而這一件是其中一款 我可以說一說,我之前在日本買過一件是怎樣的 這一件是我在日本買的 這一件是真正的日本的工作服來的 當然這個是非常厚的,裡面是類似Flaze的物料 它們是很冷的時候穿的 這一件是他們在工作的時候,可能穿在外面 令到他們沒有那麼容易弄髒的衣服 而且它本身都很闊的 很方便我們工作的時候,動動去穿 平時Kimono 有分兩種開的方法 一個就是中間 這裡開口,接著 條繩在中間 就可以綁住它 而這一款呢 它是這樣的 首先要 將裡面蓋過來 綁住它 然後再將外面這一份蓋過來 變成它就會綁在旁邊 通常這就是旁邊的扣法 好了 說完傳統的Kimono 不如我們說說一些變種的Kimono 其實Kimono 都不是最近才流行的 其實在2016、2017年的時候已經開始有人穿了 其實早兩年已經不停會見很多男生 甚至女生都會在街上來 Kimono 襯同的風格都會有的 去到2020年 其實它仍未有一個減低的趨勢 一樣你會見到一些品牌會出Kimono的一些款式 我亦都會見到坊間是會將Kimono變種的 變種變成怎樣呢 我覺得有些也挺有趣的 不如我逐點告訴大家 最開台的玩法 人們很喜歡把Kimono 跟牛仔布融合 這是一個比較少洗水的Kimono 亦都是一些薄身的版本 你看到袖子都是比較短的 亦都有些長的版本 這件很長的 比較像一些出肉的肉袍 有時候你去日本浸溫泉前 都有一件類似的袍 亦都是Kimono 的一種 這件其實就是一些混合了舊的軍褲 和一些牛仔褲 將它拼接出來 變成一個新玩法的Kimono 而這件 是一些軍事元素的 你看到這件其實都是 有些迷彩 有褲的袋子 變成了一個 變種版的Kimono 最後 這件我很喜歡的 將一件Nike 的風褲 變成一件Kimono 的樣子 亦都保留了一些 譬如你看到 Jumman 標籤 一個 很風褲的風格 但其實它是一個Kimono 的格子 我覺得很有趣 去到最重要的一部份 有人問 這些Kimono 如何配搭呢 會不會好像很難 carry 因為其實 有些人會覺得它是一個很傳統的日本和服 其實怎樣可以令到它感覺上比較 modern 一點呢 通常譬如這類牛仔褲的做法的Kimono 這類剛才我之前展示過一些長身小小的Kimono 都可以配搭一些比較修身小小的牛仔褲 亦都是 像我這條一樣 其實越爛就越好 越爛就可以和那件Kimono 可以有呼應 而紮身小小的牛仔褲的襯法 其實是一個比較入門的玩法 因為它都比較適合同身形的去穿 它也有修飾身體比例的一個好處 Kimono 除了襯紮身的褲之外 其實穿闊褲也沒有問題 因為最近比較流行 一些 over size 的褲 都不會說 每個人都穿得很窄 而且穿紮身的褲 都會比較熱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可能穿闊褲的感覺會輕鬆一點 而且不會那麼熱 所以其實Kimono 襯闊褲是沒有問題的 例如這些 運動風格比較重一點的Kimono 其實它襯下身襯一些闊褲 其實它的比例感覺上 是偏向會比較優雅一點 然後這一類軍事元素 男人味重一點的一些 設計的Kimono 我都覺得可以襯一些闊褲 甚至乎如果你不襯闊褲的話 其實你襯短褲都可以的 Kimono 襯短褲 其實會有一種比較在街頭的風格 其實整件事看上去 其實是挺有型的 尤其是這一種 比較軍事感覺重一點 元素的設計 的一些Kimono 或者牛仔布這些 其實都是可以襯短褲 其實都挺好看的 Kimono 除了襯T 衣外 其實裡面還可以穿穿襯衣 穿襯衣 如果所有扭扭扭扭扭上頸這個位置的時候 整件事的感覺 會比較優雅一點 以及斯文很多 例如一些派對 或者一些飲宴 其實絕對沒有問題 是會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感覺 不如說說配色吧 因為Kimono 都可以配上一些 比較入系風格的配色 例如一些古布繩 其實這些 襯上去都挺配合的 尤其是這些 本身是有些造舊的 一些圖仔布的Kimono 好,今天講到Kimono 講了那麼多 如果有些什麼想我再在拍片講解一下的話 或者有些襯衣方面 球鞋上面的問題 記得留言那裡告訴我 記得CLS Bye